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个经上讲 这个声闻成人他们执着这个一切法有 他认为人空法不空 所以当他在听到这个般若经典讲这个空的时候 叫心如刀割 声闻成的人都心如刀割了 我们在家人可能快要碎尸万段 那种对于一切法都空的这种感觉 可能真的是没办法体会 其实空的话是空我们的执着 大家会说我们有什么执着呢 我们关心家人 修复我的打扫我的房子 我的体愿啊 爱修我的名誉啊 照顾我的身体呢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世人就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事实上这就是执着的根源就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 你对你的包包 你对你的好的鞋子 对你的衣服会不会执着啊 会吧 那包包会不会旧会不会坏啊 鞋子会不会坏啊 衣服会不会坏啊 那坏了以后你还要不要啊 不要 丢掉了 那你想看看 丢掉不要了跟你之前 是不是就是一份执着的对照 包包衣服 今天你没有钱你去买一个公寓 有钱的时候你就买一个大楼 一个豪宅 再有钱就买一个别墅 那个旧房子你还要不要了 不要 卖掉 你之前你住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房子 那不是执着吗 同样你的身体 它一天一天地在坏 可是你没有觉得啊 有一天彻底地坏掉以后呢 死掉了 你投胎 有的人投胎变成了鬼道以后呢 他执着那个身体还是他 手的那个叫手势鬼啊 这种鬼很多啊 你到坟墓里面去 那个坟场里面的夜总会 那个鬼 他都是手势鬼 我告诉你 他是不是执着啊 他就是执着嘛 那尸体他 他执着上是他 那不是执着是什么 其实我们仔细地反省的话 我们的执着啊 无处不在 就是因为这个执着啊 所以我们沦落生死啊 所以我们呢 为着所执着的事情呢 而造业 堕落山土 受无穷的苦难 其实是划不来 那么佛法所说的 剥弱的空的理论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一切境界的话 都是暂时的假界 都是虚幻不实的 那我们大家的话呢 可能一开始对于这个 波罗的智慧 对空的理论呢 不是那么的深入了解 可是要慢慢地去接受 慢慢地去思维 慢慢地学习地去理解它 然后呢 能够开展波罗的智慧 要知道 《金刚经》讲到说 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纪的七宝一用不实 不如用一句金刚经的读诵思维 为人解说 功德不可思议 感谢观看